- 吐吐 - 吐吐 - 哈啰 歡迎大家來到童娘的頻道 - 是兔兔 - 狼 - 大家都知道我們其實已經準備要去美國做我們的第二台了 - 那我們時間預計會是在明年初的時候 - 其實做小孩這段時間 - 上一集有提到 - 精力跟金錢還有時間都花費了非常多 - 但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好處的 - 我們這集就要跟大家分享 - 試管得好處有哪一些 - 這些好處可以稍微撫平我們這種 - 花很多錢又很勞心勞力的一個狀態 - 第一個其實我覺得超級重要 - 它可以篩選掉染色體異常的胚胎 - 畢竟就是在體外 - 精卵結合實驗室會去觀察胚胎有沒有發展 - 發展之後他們就可以取樣去做檢測 - 就會知道說染色體有沒有異常 - 其實我永遠都還記得當時第一天 - 第一次拿到那個報告的時候的感覺 - 我就有跟大家分享過 - 其實這一路走來我們都是切走切看 - 我們都沒有預先知道說報告可能會長怎樣 - 我們才去做這件事情 - 因為個人不知道啊 - 對我們就是只知道說它竟然要結合會有一份報告 - 報告來的時候我就覺得哇好酷 - 報告會寫說這一個胚胎染色體有47對 - 但我覺得我必須要強調一下 - 這個是我們有在做PGS檢測的情況下 - 你可以看到染色體它的數字是異常的 - 它會告訴你哪一對 - 然後你就會想說如果我沒有做這個檢測的話 - 植入的是這一顆胚胎 - 那我這個小孩其實就會染色體異常 - 有可能高概率流掉 - 那也有可能還是會出生 - 但就是會有某方面的狀況 - 大家會覺得說染色體異常 - 一定是出現在胚胎等級比較低的嗎? - 不一定 - 我有特別去看那些染色體異常的胚胎的報告 - 很多等級都是AA級的 - 意思就是說它看起來外觀是很漂亮的 - 但事實上它的染色體是異常 - 對 - 所以如果都做試管的話 - 批矩的檢測也是很必要的 - 可以做一個第一階段的篩選 - 那像我自己的狀況是 - 精染結合成功的總共有五顆胚胎 - 可以去做檢測 - 檢測結果出來的時候 - 卻發現其實只有三顆是 - 生殖機構會建議可植入 - 如果這顆胚胎染色體異常 - 而且是那種比較嚴重型的異常的話 - 它後面其實就會標示說 - 不建議使用這一顆胚胎的 - 你那邊的話是送十顆嗎? - 十顆然後有四顆不建議 - 所以你總共有六顆可以用 - 兔兔有兔兔的報告 - 我有我的報告 - 你那時候收到的時候感覺怎麼樣? - 有點被沉浸的感覺嗎? - 沒有我覺得我卵子很辛苦 - 我是覺得一開始我取出來 - 二十一顆還是幾顆 - 最後可以用只剩三顆 - 它就是一路過關整這樣過程中 - 都會有損耗 - 十九分之三 - 就覺得它好辛苦喔 - 努力了這麼久 - 做了這麼多最後存活的這三個 - 其實我們的機率差不多 - 因為我好像是四十二分之六 - 你的機率還高一些 - 這個數目還是很驚人 - 因為你會以為 - 喔我超多 - 取一次卵就好了 - 資本雄厚 - 之後其實也是死傷沉重 - 所以我覺得更能體會到 - 如果說一開始取卵 - 數量就不夠多的話 - 我大概可以理解那個心情 - 因為每一次取卵的過程跟療程是一樣的 - 不會說因為你取得比較少或你取得比較多 - 家常或縮減它也不是這樣算的 - 我就覺得大家都走一樣的路 - 但有些人就是多 - 有些人就是少 - 還要經歷這些損耗 - 就很感慨 - 但我還是很謝謝我們有做這一個檢測了 - 正常的檢測題我覺得是很重要 - 第一關先篩選起來 - 後面還有後面的關卡 - 但在這一關其實就可以略略知道 - 它會不會可能是一個湯包包了 - 對 - 你都還沒有植入 - 你就可以先知道 -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- 做完P菌子檢測 - 其實包含我自己 - 其他座室館的家長們也會來問我們說 - 如果有做P菌子檢測 - 那在懷孕到中期的時候 - 你們會做NIPS檢測或養膜穿刺嗎 - 那這個問題呢 - 我們那時候也問了我們參見的醫生 - 因為我自己也很好奇 - 我覺得就已經胚胎取樣了 - 有必要在他變成胎兒的時候再做一次嗎 - 那醫生說法是說 - 因為胚胎是很小顆的 - 那你取樣的時候 - 樣本數比較小 - 等到他長大 - 以及未來從胚胎變成嬰兒的這個過程中 - 有沒有什麼變化不知道 - 所以會建議再做一次檢查 - 有點像是最一開始小胚胎的時候 - 是解析度很低的時候 - 所以他長大解析度變更高 - 意思是你可以看更清楚 - 更仔細 - 那如果說NIPS檢測有一些些 - 不確定性在 - 醫生通常會建議再做養膜酸刺 - 那養膜酸刺好像是35歲 - 還是34歲以上就一定建議孕婦要做 - 但這個是包含你卵子的年紀 - 也就是說我在懷孕如果超過這個歲數 - 但是我的胚胎是在29歲的時候動起來 - 醫院就可以免除 - 這也是蠻好的 - 對於這點我們當時確實 - 也是有擔心的問醫生說 - 到底是孕婦的年齡還是卵子的年齡 - 她的情況是 - 她生小孩的時候剛好35歲 - 其實是要做養膜酸刺的 - 有可能要做 - 但是她的卵子是在29歲 - 那醫生就說 - 那這樣不用 - 聽到真的很開心 - 因為我覺得養膜酸刺還是給我很大的心理陰影 - 但是我必須說 - 如果真的有疑慮的話 - 醫生有建議要做的話 - 還是要做 - 因為大家都希望是寶寶健康的嘛 - 不錯 - 我個人立場不代表其他人 - 與其未來要花比較多的醫藥費 - 或者是其他後續的費用 - 我寧願把錢花在前面 - 雖然檢查費用也不便宜 - 但對我來說是一個保險的概念 - 純粹我個人立場 - 因為我們是在美國 - 所以說我們看到報告的時候 - 她其實性別就已經標示在上面 - 她的標示方式是 - 受精卵A - 她的等級是怎樣 - 染色體是怎麼樣 - 性別是什麼 - 所以會有一個comment寫說 - 建議植入跟不建議植入 - 能不能選性別看各國家的法規 - 像美國是可以選的 - 日本我不知道沒問 - 不確定 - 但台灣是確定不行的 - 她只會告訴你配胎等級 - 但如果說你有做檢測 - 會告訴你有沒有異常 - 但性別是完全不揭露的 - 每個地方的那種風情法規的不同 -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一會台灣 - 產檢的時候醫生就是有一點點 - 隱隱約約的 - 我感受到性別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 - 因為她檢查的時候 - 她其實看得到性別了 - 在一個還不能公開性別的時候 - 但是醫生已經看出來 - 可是她又思想著說 - 可是妳是去美國做的 - 妳也許已經知道性別了 - 妳有沒有知道妳指的是男生還女生 - 然後她還問妳 - 她要逼妳講出來 - 因為因為我知道 - 醫生還怕妳套她話 - 她直接就講出來 - 喔是喔那妳指的是男生還女生 - 妳在拚離一點 - 妳可以感覺到在台灣這件事情 - 感覺是敏感的小心的 - 不想要有醫療糾紛的 - 可是因為我們接觸小孩這一塊的時候 - 是在美國接觸的 - 在那裡其實是非常公開 - 很自然 - 很自然 - 我覺得她也很尊重妳想要怎麼選 - 因為每個家庭考量不一樣 - 其實知道妳怎麼考量的 - 那就是都讓妳選 - 想跟大家分享 - 感受到的衝擊 - 最重要的是 - 因為我一開始接觸小孩這件事情的時候 - 是在美國先接觸的 - 然後回來台灣 - 跟台灣醫護人員接觸的時候 - 妳就會覺得 - 好像有點不一樣 - 但我覺得大家不要誤會 - 我們其實是先選擇等級 - 再選擇性別 - 我們其實一開始就有講號 - 因為性別其實就是選男生跟女生嘛 - 選擇的時候我們其實 - 擔心的是選擇障礙 - 所以我們就有講號 - 我們一定是一律從等級最高的選 - A級的優先考量 - 那如果說A級的有男生或女生 - 我們再來煩惱 - 然後我們一邊又跟宇宙喊話 - 拜託不要讓我們選擇障礙 - 這個太難選擇 - 這個真的很難選擇 - 我不想選擇 - 自己選擇 - 然後我覺得妳的報告其實說起來很可愛 - 就只有一個A級 - 是男生 - 接下來中間有四顆AB級的全部是女生 - 再一顆BB級的是男生 -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告訴妳說 - 如果妳讓我選的話我想要當男生 - 但是女生也可以 - 但妳希望我可以明確告訴妳 - 我用這種方式告訴妳 - 然後就變成恭喜了 - 我覺得我這邊也是 - 就是妳所有瘦筋軟 - 殼植入的都是女生 - 五顆全部都是女生 - 我沒有男寶寶的胚胎 - 全部都是女生 - 我覺得很開心一點是 - 我不用做這個選擇 - 我其實選擇太煎熬了 - 我不希望是有任何理由 - 感覺是我人為的 - 因為妳這樣會覺得說好像若干年後 - 然後妳就想說 - 當時 - 人就是會很喜歡對自己 - 不想承擔責任 - 不想承擔責任 - 基於健康我選妳 - 聽起來完全沒有不對吧 - 性別妳自己選的 - 但是我覺得在我們家 - 其實也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- 剩男生女都好 - 我們家就是男女都有這樣 - 其實我們自己的長輩們 - 都不在乎要男生女生 - 她有心態比較像 - 啊妳都要生小孩了 - 我還挑 - 妳願意生我就已經 - 沒錯沒錯 - 男生女生都好 - 最後一點 - 妳可以選星座 - 機率比較高 - 當然妳如果自然受孕的方式 - 妳也是可以選星座 - 假如妳這個月沒中 - 那就只能下一個月了 - 就有些人被孕要被一段時間 - 是有原因的 - 植入當然也有可能有失敗風險 - 但是妳用藥物控制 - 我覺得是提高成功率的 - 當時準備要懷恭喜的時候 - 準備植入它的時候 -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- 恭喜的星座很有趣 - 我們沒有特別學 - 我們那時候的星卡 - 永遠都是說 - 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項目 -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project - 在完成 - 只會想說 - 我現在有一段時間 - 以我有排出這個時間為主 - 那時候真的是完全沒有考量到星座 - 可能恭喜自己有點選星座 - 因為我們後來 - 原本要再提前去的 - 突然工作又很慢 - 所以才又延後 - 一個延後之後 - 恭喜就變成獅子座 - 而且它的預產其實是 - 無論你延後還是提前 - 都是獅子座的那一種獅子座 - 很中間的那一種 - 生完之後我們才想到 - 欸對耶 - 植入完的時候 - 平常穿著那個手術服的時候 - 我還坐在輪椅上 - 護理小姐就拿一張紙給我說 - 來 這是你小孩的預產器 - 我才剛植住 - 對我而言我還是一個 - 是一個個體 - 對 - 突然間告訴我說 - 來 就明年的時候就要當媽了 - 你什麼時候會有寶寶 - 就是那個感覺你知道嗎 - 其實我們也有幫我們下一個寶寶 - 去選擇星座了 - 我們自己當然也有稍微計算 - 這會有關係到一些數學題 - 但是我們當然還是請生殖機構 - 幫我們算一下 - 結果你知道嗎 - 很有趣 - 跟他說你想要生什麼星座的寶寶 - 他拿出一個輪盤耶 - 我很訝異的是 - 這個單位已經專業到 - 會有一個輪盤 - 你還記得小時候有一個 - 我們看星系的時候 - 星盤 - 星盤 - 小時候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- 一個星盤 -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- 什麼時候是什麼期 - 忘記了 - 就是幾月到幾月 - 你會看到什麼星座 - 我是在講那個護理師手上的那個盤 - 原來我們不是在講星盤 - 那個盤真的是 - 我覺得專業到讓我很嚇到 - 它會告訴你用藥時間是什麼時候 - 這樣你就可以生出什麼星座的寶寶 - 甚至可以告訴你預產期在哪裡 - 比如說你想要保險一點 - 你算你的驚奇 - 你可以生一個正獅子座 - 你可以直接給一個8月15號 - 很中間的獅子座 - 它就會幫你推 - 8月15號預產期的話 - 全部逆推你什麼時候 - 要開始用藥什麼時候 - 直入圈 - 它就會寫完 - 去靠那個盤可以幫你看出來 - 全部計算完 - 全部計算完 - 都寫在上面了 - 我覺得超神奇的 - 原本還沒有問他的時候 - 還在那邊一直算 - 我覺得還是要算啊 - 因為像我這種比較尷尬 - 有時候借在中間的時候就會問他 - 然後我甚至還問他說 - 需不需要吃條筋藥什麼的 - 可以再跟醫生討論 - 因為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- 那我們今天就是分享這些 - 主要我們認為 - 做市館的優點跟好處 - 當然就是有些同性家庭 - 如果說要離開台灣去做市館的話 - 你們可以考量掉如果說選性別啊 - 像剛剛講到PGS的問題 - 如果在台灣做市館的 - 你們也可以思考做PGS這件事情 - 我們是覺得非常重要 - 計劃性哪一個時間要生小孩的話 - 也都可以一起考量進去 - 生子機構應該都可以給大家很專業的建議 - 以上就分享到這囉 -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- 想說掰掰 -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-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- 喜歡嗎 - 喜歡嗎